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罗大家好,我是红火秀 今天呢单纯聊天分享一个故事啦 先声明呢这个故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所有的故障原因呢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那就故事开始吧 大约一年多前吧 我骑着我的野狼跑去云林 就是一个单纯的机车轻旅行而已啦 一路很顺利的沿着海线骑到了云林桥头 再骑到了吉吉非常的顺利 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啊 到吉吉的时候呢突然开始下大雨 找了个加油站加油休息一下后继续出发 雨下超大的啦 我的野狼也开始不停的咳嗽 一开始我以为是进水了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骑回台中了 回到台中之后呢隔天骑机车的时候就发不动了 踩发的时候觉得他非常的软 感觉钢压很低 去拿了钢压表来量 完全没有钢压 数值就是直接显示0 我一整个超傻眼的 后面呢搞了很久 试了很多偏方 还是没有钢压 没办法 只好拆了 拆下引擎来看看吧 气门呢被撞歪了 气门上呢有一个黑黑的物质 卡住气门让他无法回弹 我才顶上来的时候呢就把气门撞歪了 拿去给我的修车比较厉害的朋友看 他说有可能是机油的问题 汽油呢也可能有问题 我立马回想到我是加完汽油后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PS我没有办法保证一定是汽油的问题啦 但是我这台车只有那一桶汽油是比较特别的而已 机油的部分呢一次都买一箱 用了好几罐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平时如果我在家里附近 基本上都会去加同一间加油站的汽油 其他机车呢也都是加那一间加油站的汽油 用到现在还没有出过问题 反正我是怀疑汽油有问题啦 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因为如果那家加油站的汽油有问题 那新闻应该会报啊 但是我查了一下新闻 新闻也没有报 啊加油站呢就不公开了啦 以免我污蔑好了 把气缸头拿去糖缸店修好了之后呢 把剩下的汽油倒掉 其实我没有倒得很干净啦 我只有把它翻过来 把70%的油倒出来而已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把油杯拆掉 才能把汽油100%的倒出来 总之呢我就30%的旧油 再混上一些新的汽油又起了一天 隔天又发不动了 一模一样的症状再来一次 哦中间真的超血泪的 一样又拆引擎 把气缸头拆下来拿去糖缸店 一样的问题 气门一样再卡一层黑黑的东西 但这一次呢只有一只被撞歪而已 另外一只活了下来 糖缸店的老板呢也很阿沙利的帮我打了个折 哦我已经快要被自己气死了 早知道就当初不要偷懒把汽油全部换干净就好了 糖缸店修好之后呢再一次装机 这一次呢就学乖了 汽油一定要全部换掉 不能偷懒 把油杯拆下来完整的清洗 甚至再加入一些新汽油把油箱洗一洗 机油也给它换掉 虽然还是同一箱机油啦 但反正就全部换掉就对了 全部煮回去后呢 战战兢兢又骑了几天 确定没问题 选择心终于放下了 反正呢这就是我的故事啦 因为坏掉原因已经无法考证了 我也没有要怪谁 就怪我自己存吧 连续拆了两次引擎才把这台车修好 如果有下次 如果有观众也遇到机车撞气门的问题 车子修完之后呢一定要把汽油机油全部换掉 汽油呢是100%要换掉 不要像我一样偷懒 剩一点点汽油懒的才有白懒的处理干净 要不然呢你可能会跟我一样惨 好啦 这个就是我最近野狼坏掉的简单分享啦 那我们就下次见 有资料 西方攻净 大陆 融合 濁流 ! 血 saturat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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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